大家好 这里是看的说 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基酸 在往期的话题中 我谈了基酸的各种问题 其中在基酸的作用方面 主要谈到了 基酸对于运动 健身以及体型的帮助 但是你知道吗 基酸不断在运动层面可以帮到你 在健康层面也有很多的作用 例如增加股密度 辅助治疗糖尿病 甚至增强大脑的功能 今天我们将从另外的视角来探讨基酸 看看它在运动以外 如何提高身体健康水平 首先基酸可以增加股密度 在全球范围内 每年有超过900万人出现骨折 这是因为骨质疏松造成骨密度下降 那么超过50岁以上的女性中 有30%有骨质疏松问题 而男性的比例是20% 防御骨密度下降 是中年以上人群面临的健康问题 抗阻力训练和高强度的有氧训练 是增加骨密度 防止骨质疏松的有效手段 做这两种训练时 受到重量压力的不只是肌肉 骨骼也会在横向以及纵向角度上 受到压力而出现骨膜的变化 这时骨骼会分泌胶原 形成新的骨膜 使骨骼变粗变硬 如果训练的人还配合食用脊酸 那么就会让骨矿物质进一步增加 促进骨胶原的合成 这是因为肌肉的收缩 是钙离子与基钙蛋白的结合 肌肉训练时 钙质将会被消耗 训练后 钙质将会超量骨充 用于肌肉的超量恢复 因此便产生了肌肉的增加 也就促进了骨矿物质含量的增加 可以说越大的负荷或者越高的训练强度 就可以调动越多的骨矿物质 促进骨骼健康 使用基酸可以促进训练强度 也就直接促进了你的骨密度增加 其次基酸对于二型糖尿病有辅助治疗作用 因为它能改善身体的糖分代谢 2021年9月 全球约有4.5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 其中中国糖尿病患者居全球之手为1.16亿 相信看视频的朋友中 就有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患有二型糖尿病 常规的治疗手段包括运动饮食和药物 而运动不仅能增强胰岛素的效果 如果在运动前使用基酸 对于控制血糖的帮助更大 多项研究表明 基酸与Glut4有密切关联 Glut4是一种调节葡萄糖进入细胞的蛋白 补充基酸可以增加Glut4的浓度 它使葡萄糖更快的进入肌肉细胞 有助于控制血糖 同时在基酸的作用下 糖尿病人可以维持肌肉的力量和体积 此外 基酸还能增加体内糖原的储备 使运动更加持久 从上所述 基酸不仅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 还能维护健康的肌肉状态 所以基酸为治疗二型糖尿病提供了新的途径 第三基酸可以提升大脑的健康和效率 要知道肌肉和大脑的能量都源自于磷酸基酸 在肌肉中磷酸基酸催化合成ATP提供了高强度运动所需要的能量 使肌肉能够完成爆发力和力量运动 同样大脑的高效运转也依赖于充足的能量供应 如果我们的大脑缺乏基酸 将会失去高效运转的能力 这就像在肌肉训练中 当一组训练做到第九至十四时 肌肉力量逐渐减弱 大脑的功能降低会导致情绪不稳和心理紧张 补充基酸可以为大脑提供更快速高效的能源 特别是在我们需要迅速思考集中精力 或者做出决策时保持大脑的高效运转 有研究表明连续补充基酸五天 就可以显著的增加大脑效率 减少神经疲劳 提高氧气的利用率 连续补充六周 就可以增强和保护大脑的认知功能 不但对于大脑 对于神经系统也有保护作用 在一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辅助治疗中 例如亨廷顿时症 帕金森症 阿尔兹海默症 健动症 基酸都显示出积极的作用 对于基酸的研究仍然在继续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还会有新的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 通过以上内容 我们可以发现 基酸不仅在运动健身方面 有重要作用 更是在健康层面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益处 从增加股弊度 辅助治疗二型糖尿病 到提升大脑的效率 基酸的好处 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 基酸不仅是一种运动增强补剂 还是一种营养健康补剂 无论你是否使用基酸 你或身边的人 是否关注今天提到的健康问题 基酸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